下個禮拜病例數跟死亡數 如果都能夠達到一個 我們也希望的標準 那七月以後 可以來考慮一些 比較多的一些放寬的措施 說話流暢還算中氣十足 發言時間也沒聽到咳嗽聲 染疫康復後 陳日中部長首度在鏡頭前 公開亮相 但他去行政院開會 卻沒有回到大家最熟悉的疫情 就是中心 部長的部分 我們其實中午也有開會 他其實狀況非常良好 那條線更淡了 所以越來越接近 可以跟各位見面的機會 主委官什麼時候回來 親自作證主持 發言人莊仁香也不知道 但部長消失好陣子沒有露面 外界曾擔心他超過65歲 長期吸煙有慢性共病 是高危險缺 甚至連ACIP醫師李永穎 都開玩笑說 陳時中沒重症 亦是萬幸 為什麼他會這麼說 我就真的不知道 他可能是小兒科的 他可能比較不清楚成人的部分 對 雖說是開玩笑 怎麼聽起來有點嗆 旁邊國民女婿羅一鈞 趕緊還原廣播訪問的前後文 神救援隊友 他中部長的這個快篩 過這麼多天 還沒有變陰性 所以李醫師是回 所以沒有重症 也是萬幸 所以他的那個前後台 只是這樣子的一個情境 那我想李醫師的專業是非常夠 我們沒有在這邊要特別去質疑他 陳時中恢復狀況不錯 也讓大家鬆一口氣 不過外界更關心他的下一步 是會重回疫情指揮中心作證 還是真如外界盛傳 民進黨七月初 正招他投入首都市長選戰 朝野各界密切關注 環宇新聞 郭思雯 黃雲竹 台北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